割架求现的罪咒效手法,11月中后二手市场福建两价齐跌现象,一手业主售楼活动事质外料,回归二人限聚令市发展商引看新盘示范单位安排增添不小困难。 场地上在现万人空巷不在,卖楼次热气氛大减,预计整个12月份的防疫隔离措施不可能放宽。 不者肯定11月份一手楼满堂红成绩不会年底前上演。 先从土地注册处各类物业买卖注册统计,全年11个月整体物业注册中数共65,726宗。 一手私人注册和二手注册则分别是13,241宗和23,650宗,而工商铺总量是3,309宗。 工下占1,812宗,商下占545宗及铺位952宗。 12月是传统楼市淡贵。 叠加第四波疫情严重,不者粗略估计整年物业注册中数约68,500宗。 而一手私人注册14,500宗下,二手注册46,800宗下及工商铺3,800宗下。 如果回看至2015年起同样统计数字, 则可以结论为2020年香港楼市疫情真正严重。 自2015年起,整体物业注册总数,按2015年起顺序排下, 2015年为此年,是76,159,7304,83,815,79193及74,804宗。 今年预计数目还差于2019年。 时年下半年爆发反修例社会运动。 数字表明新冠费亦对物业交易活动打击更大。 一手扭注册量也收缩惊人, 自2015年起排序是16,799,16796,18,657,15730及21,038。 如果最后一手注册量仍然未足15,000宗, 则是2015年来新低成交额, 一手扭交易被打残了, 纵然一手扭整体交易量下降, 但是不等于销售热情不再。 于第二及第三波疫情平复空间中, 几个大型新盘销情热烈。 于第三波后连串开售的大围站上盖住宅发展拍奥装 一及二期共已沽予2100伙, 套现予238亿元。 且两期共四轮销售活动吸引约4万人认购。 把新世界发展一约成为2020年新盘销售三甲内。 今年销售目标提早预月达成。 于第四波疫情还未完全被确认前, 11月下旬还有不少中营屋村及单栋市区楼盘开售。 虽然他们开售被认购倍数不及大型屋苑, 但是销售成绩绝不弱。 例如11月下旬公开求售的油堂惠南东案, 首轮销售非常理想。 发展商立刻连番加价加推, 也换来不续成绩。 这些新盘住宅单位有价有市告诉大家是香港中小型一手住宅需求强劲。 只要定价合理, 则销售成绩是可以保证。 中小型住宅成交量还算不错。 引来发展商尝试开售豪宅。 今年大额豪宅成交虽然不多, 但是造价仍然维持稳定。 介乎第三波疫情平复至第四波疫情爆发空荡期内。 近期录得多中大额成交。 造价也创出同新高价位。 今年最大额豪宅成交建于9月份的25.66亿元 是行龙地产扣入寿神山美国驻港澳领事馆地。 前太古高层管理的房地产基金于近期 以10.12亿元扣入浅水湾道125号传动豪宅。 前后两宗成交都市重建发展。 为求突破豪宅新盘销售的尋证局面。 新地东半山某个新盘推出特长交易期, 并取得销售成绩。 一个月内连续售出五伙。 而且赤价更是跪着东半山。 豪宅市场受疫情严重拖累。 内地富豪不能亲来看流等利淡因素影响。 这个东半山豪宅新盘单位的理想销售成绩。 实会为明年两地回复过关前制造良好市场气氛。 2020年快章成为历史。 香港房地产市场疫情严重是肯定的。 大家眼光必然聚焦2021年香港楼市表现。 如不者第三季文章预计。 2021年楼市是于不少内外因素。 包括整体新冠疫情。 新冠疫苗何时广泛落地。 中美贸易关系如何发展。 新冠疫情后全球。 内地。 港澳经济回复增长速度。 全球利息走势等等。 不者相信明天会更好。 新冠疫苗已陆续被多国政府批准使用。 中国自身研发的疫苗的成效又得到肯定。 经济情形会从谷底逐渐回升。 全球人类活动有望复尝。 楼宇交易活动有望复原。 2021年应出现楼宇整体交易量回稳局面。